正耳欲龍音樂中 民眾在繽紛花車上熱舞 美國洛杉磯同志遊行 在艷洋高照的週末登場 五萬多人精心打扮 走上彩虹旗飄洋的 西好萊塢街道 一年一度的洛杉磯同志代表情 今年已經進入第四十九屆 我們看到部分男女老少 不同的族裔群體 都來參加共襄盛舉 我們訪問到不少人 有關於台灣同志的 同性婚姻和法化的這個議題 也都對我們來表達恭喜 恭喜! 繼續走下去 那是美麗的 對,你們是個其他人的鼓勵 是美麗的 別停止 繼續走下去 你們全都很瘋狂 愛是愛 我們都愛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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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你們 謝謝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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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五月 台灣成為亞洲第一個 同性婚姻合法國家 遊行中也能看見 恭喜台灣的中英文字牌 一名身穿傳統韓服的韓裔中國移民 向中央設計者道賀 更笑稱在中國他不可能穿這樣上街 然後我看到那個上次台灣 就第一對同志結婚 然後他們蓋章拿那個婚姻證明 我就覺得很感動很感動 可是中國再需要二十年 可能三十年也很難很難 所以就在全亞洲 在這方面台灣是No.1 今年共有150個單位參與遊行 知情中的警銷人員 也把制服必張 換成彩虹配色 車輛不滿彩虹旗幟 與民眾同樂 也有航空公司 百貨零售龍頭等大企業 看準同志消費潛力 將標誌換成七彩顏色 花車更是爭其鬥彥 一面力挺同志權益 一面搶攻粉紅經濟 道路旁的參加群眾 部分男女老少 都以搶眼裝扮為最高原則 連寵物都掛上彩虹領巾 葛萊美獎歌手希爾馬修斯頓 也獻身遊行當中 我非常驚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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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共同性 和民眾 人人的支持 民眾 當時後 對自己的政治 和其他事 今年是美國同志運動起源 十強事件 五十週年紀念 在音樂與歡呼聲中 人人互道一聲 驕傲 流行快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